这个画家啊 画家的这个画作 它是有风格的 每个画家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但是清代后来啊 四王乌云以后 尤其四王山水 他称霸画坛以后呢 他的风格都趋向一致 所以有些绘画啊 你不是最高的高手 你看着都差不多是一人画的 那么 这些临摹啊 过去作为临摹 你比如说 这个早年有这么一段案子啊 就是这个王继谦先生 把他的西暗图捐给 不是捐给 卖给了大都会 当年卖的很贵 五百万美金 在当时是天价超世界纪录 卖了以后呢 马上就有人出来说 这东西是作伪的 是张大千作伪的 然后就开始论证啊 那书那论证会啊 垄长崴去了 听不懂 在别人就死听着 最后他用科技手段证明 这东西不是 起码不是张大千的作为 为什么呢 他用红外线 X光机去拍这张片子 这个片子历史上被修复几次 都清清楚楚 张大千确实啊 确实 这个做过很多委 因为当年他自己就站出来说 说某某某博物馆啊 收的东西就是我的 我画的 你不信 我有证据 哪有个什么证据啊 哪个角掀起来 那就是我当时留下的证据 那就是他临摹的 所以当时能临摹作为的人 不仅仅是张大千 中国有这个能力的人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 有这个能力的人 没有名字 因为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只好画别人家的画啊 来这个换饭吃 你比如我们都知道啊 民国时期啊 民国时期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后门凿 什么意思啊 就后门 故宫的后门 后门是哪 帝安门 帝安门那造出来的 有一个画家叫马进 马进的画呢 就他当时专访郎世宁 他专访 那今天呢 拿出马进访的郎世宁 你看这个马进访 很多人一眼就看出来 可当时很多人并不认 并认不出来 所以当时呢 就是以假冲真的事实事发生 那么这些年啊 这些年的这个作为呢 可比历史上要高很多 不管是什么东西啊 不管是绘画还是瓷器 历史上的这个作为 跟今天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你比如我们 这个说一件事啊 这事大概有个十几年了 十几二十年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事 有一件作品 这个事因为很大 涉及到很多人 我们不直接说人啊 有这样一个作品呢 这个作品是当年 这个溥仪带出宫的 在故宫流散的这个目录中 有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呢 我们就姑且起一个名字 叫郊野图啊 是这个宋元的一个画家画的 这东西呢 自打溥仪带出宫以后 这东西就销声匿迹没了 没了以后呢 这个等着这个古董市场 艺术品市场逐渐逐渐兴起的时候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那家里呢 有一个人后来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 这中间呢 我算一算啊 大概有个七八十年 是销声匿迹的 真拿出来了 这东西重要 就被一个明白人给买走了 买走以后呢 他看完这东西 他舍不得卖呀 他真舍不得卖 这东西多重要啊 舍不得卖 那怎么办呢 就做呗 我们作为假的卖 照着他作为假的卖 这东西是孤本 什么叫孤本呢 这画家没画过别的 不是没画过别的 画过好多东西 你没有 没存世的 是年代太久远 没有存世 那么他就没有比较 我们今天随便看一张画 一看哎呦 这七百十的 这张大千的 为什么他有大量的画作存世 他的参照物很多 但这样宋元的话 你比如张泽端的话 张泽端叫张泽端 李泽端 王泽端都不重要 因为他就画了这么一张画 就是不是他画了一张画 就我们留下的 就这一张画 这张画呢 就是一个孤本啊 就是一个画 一个画家的孤本 这个画家没有任何画作 可以参照 那么这件东西呢 消失 逆迹了 七八十年 突然出现 你想有多重要 又是故宫散失的 早年 入清宫的一个旧藏 失去宝局里 有注录 那么好 到了这个人手里啊 这个人一看 这人喜欢 本事大呀 看完这东西 说这东西啊 我买的挺贵 我呢 又不想卖 卖赚钱是很容易 但是不想卖 那怎么办呢 说干脆 我做了 做几卷卖了 卖了 把我那本捞回来 然后他开始 就拿这孤本 照着这孤本去做 怎么做呢 这跟你想象有点不一样啊 这个人本身不会画画 没有临摹技巧 那过去的想作伪的人 都是画画的人 自个儿一身绝技啊 觉得也混不出样子 干脆做假吧 他不是 他呢 拿到这东西 开始想怎么做 第一 想办法买纸 把纸买来 买纸是讲究的 明白人知道 过去能买到旧纸啊 就是我记得 在二三十年前 随便买到明朝纸 很容易啊 就买到旧纸 买完纸以后呢 回来以后 把这纸都凑不齐了啊 他买的纸多啊 当时他就想啊 这东西不做则已 一做就多做几卷 所以呢 就准备了很多纸 然后呢 找到一个临摹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画家 说兄弟 你帮我画啊 照着这个临摹 不着急慢慢画 把它给我画出来 然后这画家说 这画多少啊 您就先给我画个八卷十卷 没关系 慢慢画 这人呢 就开始给他拎啊 拎画的人真是有本事 就把这画铺在这看着 画的几乎一模一样 就把它画出来了 画出来以后呢 他就付完酬劳 把这画拿走了 拿走以后呢 找另外一个人 这人有什么本事呢 这人字写的好 字拎的好 说兄弟 你帮我把这字拎的上头 这兄弟呢 先自己看看那个字 比划两下 说行 没问题 然后 把八卷上面的字 全部拎完 一模一样 然后呢 付完酬劳 要把这画拿走了 再找到第三个人 说 您这个 看看这印章了没有 帮我把印章做出来 然后这人呢 就把他的印章 全部都做出来 做完了 打在各个位置上 打张还是个技术 过去在 轻功里 打张是专门一个职业 不是你随便往上按 你随便按 既按不正 又按不清楚 把张打完以后呢 他又付完酬劳 东西又拿走了 找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说 您帮我装表 照着这个装表形式 给我表好 这表的也有高手啊 把这东西就表出来了 大卷 经过四个人了吧 还没完呢 拿到家里看了看 这东西都是新的呀 再找一个人说 您呢 帮我把它做旧 做成旧的 这人呢 就花时间啊 做旧是要花时间的 花完时间 把它做成旧的 整个这过程 至少啊 让我知道就是五个人 画画的 写字的 做印章的 这个装表的 做旧的 至少是五个人 这五个人 每个人只干了自己 最大能力的事 就干了这一截 然后 这人就把这八卷 拿出来了 你看 做得非常好 先找一老先生看 找一 这个太斗级的 你不找太斗级的 没用啊 太斗级的一看 哎呦 这东西怎么突然出来了 说这东西都过去 就知道是一个 遗失名录上的 一个文献 今天终于看见 真实 庐山真面目了 一看 这东西好得不行 一看 过关了啊 这东西过关了 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要卖 怎么卖呢 这么卖啊 你看这东西不好卖 因为为什么不好卖呢 文物是这样 一旦你造假 数量多了 那别人看 一会又出一个 一会又出一个 那任何人都没有信心了 今天有很多真东西不敢认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是因为假东西多 那么这个人就想啊 这八卷怎么卖呢 这个美国一个 英国一个 新加坡一个 这个香港一个 日本一个 台湾一个 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 每边都找一人 开了一个便宜的价格 每个人来了以后 一看就激动的不行 一想这东西这么好 又这么便宜 一看 避真无疑啊 谁看都是避真无疑啊 看完这东西以后 心里就激动啊 就说我 不会卖 我这个终身收藏 我就是大藏家 什么之类 这些人就把这东西 都同时付钱 同时各奔东西 这东西就卖完了 我认识这个人呢 赚了一笔钱 把真的还留着啊 还留了一个复制品 自个儿天天欣赏着 也挺高兴 这事就过去了 这一过去 好几年 其中有一个人啊 每个人都说 自个儿是收藏家 其实心里都是商人 就是想赚一笔大钱 就把这东西 送到了一家拍卖行 这拍卖行呢 就把这东西一看 又真的 谁看都是真的 上了拍卖行了 上了图册了 这一上图册 出了问题了 一上图册 所有的那些藏着的人 都看到了 说这都不在我这儿吗 怎么会出到拍卖行那儿去了 借口呼噜呼噜 这一汇总 奇不见就出来了 那么好多年前啊 这个 大概有十年前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这是搞科技的啊 都是科技英才 赚了很多钱 说我手里有一个重要的 郭宝级的 一个画作 然后他跟我形容了一会儿 我说是不是叫交野图啊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太知道这故事了 我说这东西怎么都转你手里来了 他说什么意思啊 我说这东西啊 不真啊 肯定不真 他说不可能啊 说很多人都看了 是真的 我说你不知道 这里的底细 今天跟过去有很多不一样 今天很多作为的手段啊 是你这个想象都不能想象到的 但是实际上非常简单 比如我们就简单透露一点啊 你让一张纸怎么变得很旧 像200年前的纸呢 你知道明白人一看这张纸 一看这纸根本就不够年份 一看就是新的 对不对 现在有很简单的方法 能让他看得像2300年前的纸 什么方法呢 我告诉你们很简单啊 你到医院去 有一种消毒灯 叫紫外线灯 你把纸张搁到紫外线灯下照射啊 你照射24小时 差不多就走了100年了 您这100年吸收的紫外线就这点 所以病房里啊 病房里都有那个紫外线灯消毒用的 就是病人出去散步 消毒5分钟开开 5分钟以后就得关上 人在里头是受伤害的啊 那么强烈的紫外线啊 很快就让这个东西变得非常非常的旧 你拿眼睛看 如果你没有经验 或者就凭你一般的经验 你一看这东西就是个旧的 那么这件东西呢 这个历史就过去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交野图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世界啊 这个收藏市场 这个收藏江湖的一段故事而已 我给你了解一下 这个温暖的事 就是个旧的年轻人 这个人呢 我也有免费来的 你还是有免费来的 什么事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